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让我们一起来读 以斯帖记第四章 以斯帖记第四章 莫迪改之道所做的这一切事 就撕裂衣服 穿马衣 蒙灰尘 在城中行走 痛哭哀嚎 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 因为穿马衣的不可进朝门 王的御旨所到的各省各处 犹大人大大悲哀 尽时哭泣哀嚎 穿马衣躺在灰中的神舵 往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 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 他甚是忧愁 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 要他脱下马衣 他却不受 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 名叫哈塔格召来 吩咐他去见莫迪改 要知道这是什么事 是什么缘故 于是哈塔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 见莫迪改 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 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 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 又将所抄写 传遍苏山城 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 交给哈塔格 要给以斯帖看 又要给他说明 并嘱咐他进去见王 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 恳切祈求 哈塔格回来 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 以斯帖就吩咐哈塔格 去见莫迪改说 王的一切臣仆 和各省的人民 都知道有一个定例 若不蒙昭 善入内院见王的 无论男女必被致死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 不得从火 现在我没有蒙昭 进去见王 已经三十日了 人就把以斯帖这话 告诉莫迪改 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 你莫想在王宫里 强过一切尤大人 得免治祸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尤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因之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金的机会吗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 你当去招聚苏山城所有的尤大人 为我进食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 然后我为力进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吧 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我们刚刚读完的以斯帖集第四章 亚和水鲁王是在一月十三日下了意志 就是要在十一个月之后 检除全国的犹太人 也就是在十二月的十三号 虽然尚有十一个月那么久 那莫迪改就马上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他听到消息之后就撕裂衣服 然后披上马灰 然后通酷爱好 因为他一个人 就是因为一个人不肯下哈曼下拜 以致令全族人遭遇了大屠杀的危机 当然在这个情景面 他要找以斯帖 但是因为穿着马衣 不可以进到朝门 当以斯帖制造这件事情的时候 便送衣服给他 但他不肯脱下马衣 所以莫迪改要跟以斯帖沟通 认为这个是很紧急的 但见面并非最重要 反而穿着马衣 靠太监传话 更能引起以斯帖的注意 使他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那么莫迪改要传他的消息 给以斯帖 首先按情理来说 就是将哈曼要灭绝 犹太人的整个阴谋告诉他 那么还说明 哈曼捐了多少钱给朝廷 以及再给一份王的义职 给以斯帖 将确实的事情 以争据来呈明 希望以斯帖可以向王来请求 那么莫迪改用理性的方法 以斯帖的回应也是理性的 他就是没有 他就告诉莫迪改说 就是他没有王的召见 一般人是不可以来到见王的 除非有王的召见 所以他就说他已经有三十天 也没有蒙到王的召见 所以如果是硬硬要见王的话 可能最后就是死如一条 那么莫迪改就改理性的诉求 换来只有理性的回应 所以跟着莫迪改了换的口纹 就改用感性的诉求 说以斯帖 你身为皇后 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豁免的 如果你现在不作声 也不可能向代表整个犹太人去请求的话 那你自己的族人 犹太人可能会从别处得到解脱和蒙拯救的 但是你以斯帖 也可能也只有灭亡 所以以斯帖应该把把握做皇后的聚会 就为全国的自己的国民来请命 所以莫迪改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神一早知道有这个危机 所以依先将以斯帖放入了皇宫 成为皇后 就是因为这样的以斯帖呢 就因以皇后的身份要来介入这些事情 应用他的影响力改变皇 来拯救犹太人 所以呢 莫迪改就是要告诉他 这个就是神给你的计划 所以如果以斯帖不肯这样做的话呢 神会有第二个的计划 所以莫迪改改用感性的诉求 所以以斯帖回应的也是感性的 所以他就要求大家禁食三天 然后为他禁食三天之后呢 他才去见王 所以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死就死吧 现在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读一下第十四节 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犹大人从别处得解救 蒙拯救 那么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胭脂里的皇后的位分 不是为先进的机会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第四章 这一章的整卷书的主题 也就是说 神把以斯帖呢 放在这个世代 其实是有神要借助他去行大使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你能够住在兴山 可能你不是兴山的 你是从东马来的 或者北马 中马或者其他的城市 而来到兴山 或者进到新加坡工作 今天神把你从老远的地方 带到这里来 那么呢 神把你跟我也放在 这个时代的位置 你知道吗 其实它是有个目的的 所以我们要去发挥 我们自己的功能 也祷告 好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来完成神的计划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为了一些的事情而感到灰心 不然的话 我们就失去的神 使用我们的机会 那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赵明 你透过以斯帖的第四章 你让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每个人 出事在哪一个家庭背景 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时代 将来要透过我们生命 去做哪一件事情 主啊 我们知道这一切 你都计划好了 因此主 如果我们生命 有遭受到不如意的事情 让我们不要为了 这不如意的事情 而感到灰心 反而我们知道 上帝 在我们生命当中 许许多多的事情 都是你来安排的 主要的目的 你是要借助我们 去完成你的福音的工作 甚至你要塑造我们这个人 成为一个更好 将来可以更大的 被你来使用的 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 不怕艰难 不怕痛苦 继续勇敢前行的人 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